锦西 锦西 你回来了 走 跟我去个地方 走啊 你喜欢什么随便拿 什么意思啊 这个品牌所有的店 都被我们集团收购了 所以 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你就是要这家店 我都可以给你 贺锦西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这些不都是你们女孩子 喜欢的东西吗 我送给你你还不要 顾锦西成 你太搞笑了 这女的是谁啊 不知道 贺锦西 听说顾少爷已经结婚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女的 管她是不是呢 反正顾少爷都说了 要把整家店都送给她 还说了 店里的东西随便她挑呢 可真是大手笔啊 是的 贺锦西 你真不是好歹 等着吧 顾锦西成早晚是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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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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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少怎么不来了 人家没有时间啦 顾少现在跟我们在一起玩的四处是越来越少 嗯 他现在就是天天想着怎么去哄老婆 跟我们都一样的好吗 我还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贺锦西 你站住 贺锦西 你站住 你什么意思 顾西成 应该是我问你你什么意思吧 什么我什么意思 我好心送你礼物 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 你什么意思 送礼物起码要看对方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吧 顾西成你刚才在干什么 你是在用钱砸你知道吗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这么说 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特别不喜欢 你们女人不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吗 这是谁告诉你女人都喜欢这些东西的 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 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 那是她们不是我 好 那是我错了 行吧 好 我现在知道你是好意了 使我反应太激烈了 对不起 那你喜欢什么 我送给你 你真的想送给我礼物 那你送我一天时间吧 日期你来选 但是那天做什么要由我来安排 怎么样 好 一言为定 骗人的是小狗 小狗骗人 好了 黄そ 那你 好 我 加油 我